大家好 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了这个使用python自动发送邮件 这个整个过程我们从这个邮箱的实验邮箱的这个注册 到开通这个smtp服务 然后到这个使用脚本发送这个邮件 那么整个过程我们做了一遍 那么这个过程的意义在于哪呢 它在于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生产的那个注册码 发送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邮箱中 然后呢从我们自己的这个邮箱 再发送给我们需要注册的这个用户使用 实际上这个注册码呢是兜了一圈 我们上一次课程这个发送邮件的时候 大家也注意到了 我最后那个序列号我写的是为生成 实际上我们这节课呢 正好就要讲这个怎么样从这个 呃客户的电脑生成序列号这么一个过程 好我们来看pbt 啊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小麦听说这个项目的从用户电脑生成注册码啊 这么一个课程 那么我们 生成注册码呢 需要的要求硬性要求啊 因为我们这个在线注册方式不像微软的内容 提供序列号就可以 这个提供序列号呢 它有一个很bug的问题 也就是说呃这一个序列号可能很多人都可以用呃 那么只要稍微破解一下 让他这个联网的时候不要查这个 那么就很多电脑都可以用 然后我们这个在线注册这个方式呢 也要避免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注册码很多个电脑用户都可以用 这就产生了很麻烦的问题 呃当然我们这个 我本人毕竟不是做这个呃 加密和解密相关的 所以呢这个注册码这个问题呢 只是这个想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啊 防君子不防小人 就是一般呃不懂计算机的人呢 是没法破解 但是如果对这个呃 加密解密很熟的人呢 就我们自己写的这个注册码生存器 简直就是很弱了 所以呢因为这个本身也毕竟不是我们这个呃 项目所关注的重点关注的内容 所以呢只是 做了一个这么呃 看着像呃 加密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呢也就是挡一挡那些呃 挡一挡这些不懂 不懂或者是不想破解我们这个软件的这个用户啊 就说白了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嘛 然后我们这个要求就是针对每个用户的电脑自动本地生成 就是说这个注册码实际上我们服务器端和这个我们邮件接收端是不管的 那么这个用我们的脚本在我在客户的这个电脑上运行的时候呢自己就生成去 啊还有个要求就是每个用户尽量保持唯一啊 不能这个呃你朋友的电脑拿过来之后一生成这个注册码跟你的电脑生成的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出bug了 好那么这两个要求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呃我们使用python进行这个简单的加密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在本地生成这个注册码啊 我们用这个 用一个这个扩展包啊叫crypto啊这个扩展包啊 这个扩展包里面呢包含了很多这个有意思的算法 那么安那看大包呢已经包含了这个包所以我们也不用费力去装了啊 这就是选择一个好工具的这个带来的这个呃收益 我们很多的东西都不用自己去折腾 实在需要装的话直接pip装就可以了 或者是下载原码装都很简单 对于这个安那看大这个合想来说怎么安装都可以 那么这个crypto这个扩展包呢 他有很多种这个算法啊 像我们这个ES啊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呃 WiFi的安全里面经常用的这个一种加密方式 还有DES ARC4 这这后面这两个我就没听过了 然后我我我接触的比较多的是这个ES 然后还有各种这个WiFi的这个加密这个协议啊 我们配置WiFi的时候经常是使用的 然后他还有一些这个hash的处理 就是哈希值啊 MD5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文件教验的这个 一般都下一个很大的文件上级的文件 一般他会给你个字串叫MD5教验 这个字串是唯一的 这个文件你算出来这个字串就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这个SHA 嗯 HMAC后面这两个我也不太熟了 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呢 因为重点不在这个加密和解密上 所以呢我们直接选择这个MD5进行hash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crypto使用MD5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进行 好我们打开这个ipython 在他反应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去看一下哈 这个crypto呢我们从这里边啊 pythoncrypto百度一下之后呢就能找到他的这个 第一个就相当于他的这个呃 在这个呃 python package index里面对于一个介绍 我们打开之后呢 打开之后呢 能看到他这个详细的说明 就在这个下面 他简单的有这个呃 SHA的这个这个用法 那么一般你呃 简单的用的话可以直接copy这个 包括这个ES 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他这个package document 啊就是整个这个包的这个文档说明啊 这个可能是要翻墙的啊 我开启了这个翻墙模式了 呃不知道为什么直接连接不行了 这个网站我不知道触碰了呃什么不该动的地方 反正就是直接访问 我发现好像访问不了 那就没办法把这个翻墙了 然后你翻过来之后呢 你看一下这个他支持很多 你像这个security就是我们secure key啊 我们说的这个呃路由器的这种加密的方式 还有这个hash啊 这种hash的算法 然后还有protocol这种torp 然后public key 这个公共什么密钥之类的 然后剩下这些blahblah 我就不太熟了 然后我们只看只关注他这个hash的这个md5这部分 然后点到这部分来 好因为就翻了一道墙 所以中间可能电击的比较慢 好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啊 使用的时候呢 直接也别敲了 直接算是复制吧 这样就导入了这个md5这个算法 然后呢新建一个md5 也很简单 就是new 那么 updatebhello之后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 它加密之后这个结果算出来啊 不管这个字串本身有多长 是五个字符 一个字符啊 还是一个g的 或者是几个g的 它最后算出来呢 都是固定长度的一个字串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把这个b去掉了 他测完了这个结果还一样嘛 好我们明显的看出来这两行 这一行和这一行 这个不加b和加b b这是二连制的吧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算法 不加b和加b这个算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下 这个这个地方呢 加不加这个b它是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并且它怎么算都是这个128位 所以呢我们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呢 我们就干脆不加b算了 统一到不加b这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从这个客户的这个电脑 针对用户电脑生成自己的这个注册码 那么可以采用了这个方式 那么我们这个最靠谱的方式啊 当然是读取这个电脑本身的这个硬盘序列号啊 或者BIOS信息这些啊 那么这些硬盘序列号 BIOS信息这些呢 一般大部分都是唯一的 那么这种方式呢 就相当于是从硬件上区分 这两台电脑到底是不是一台电脑 然后还有呢 就是系统信息 比如说这个是 Windows32的什么系统啊 XP啊 还是Win7啊 Vista啊 还有这个包括这个用户名等等 这是硬的方式 这是软的方式 那么我们呢 这个项目中呢 针对这个用户电脑呢 就使用这个用户登录名 生成这个注册码 啊 用户登录名 啊 sorry 用户登录名呢 有很多构式的用户呢 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要对这个 一样的用户名呢 进行一下区分 啊 我们采取的是 LeVista这个方式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系统里边获取这个用户名 好 os.pass 然后呢 这里面太多了算了 不一个个找了 直接从销好代码里面找出来算了 啊 在这里边 那么os.pass 然后expansuser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呢 就会返回到我们当前登录的这个用户名 啊 跳下回事来看一下 OK 啊 不是用户名 是这个当前的这个根目录啊 对于这个windows来讲呢 它实际上是在这里 呃 我文档 喇嘛pick这里 就打开个人文件夹 就是我们的这个个人文件夹啊 打开之后呢 就是一坨 然后上面有 评仆一下吧 这个上面有 呃 我的文档 然后 呃 图片 我的文档 音乐等等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个人文件夹 从这里面呢 可以进入到这个更多的这个 呃 目录里面去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为了 从这个里面 把我们这个用户名啊 分离出来 那这一行呢 实际上是很有特点的 它是我们的一个根目录 如果你在 Linux之下运行这一行的话 那么他会得到的这个就是 这个根目录 就一般是后目录 我们个人的那个后目录 在unix之下呢 也是一样的 就macOS在运行这个也是一样的 mubuntu之下它走到就是这么一行目录 然后我们怎么样从这里面分离出我们这个用户名呢 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个 双雪杠 分开之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用户名 所以呢我们 用这种方式得到我们的用户名 好 现在 小学生 雾 雾